除了光照,我们还要考虑哪些因素来保障作物生长呢? 那就是温度 这座指挥温室的顶部和侧墙使用了帘幕系统,起到很好的隔热作用 能帮助温室在不温季节减少温室内的热量损失 在夏季还会使用高压物喷系统,喷洒5-10微米直径的水珠 在降温的同时提高室内湿度 随便让温室各个角落的温度和虚度动静一致 我们还布置了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反应系统 来轻轻温室内部的系统,加速的东西 在这些系统的综合作用下,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极其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,我们的作物是如何种植的呢? 在联动玻璃温室中,通常选用椰康作为栽培机制 并配备悬挂式栽培槽进行种植 为了保证温室雾面的清洁,使室内有足够的光照 我们还配置了专门的雾面清洗设备 位于智能温室大家还想了解其中间的内容吗? 欢迎在评论的项目中点赞加关注哦 好